Leo聊世紀 天氣如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越南人對上伯利電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三的黑森林比賽 這場比賽非常特別 黑森林單挑 選手是Hera對上Vance 兩位都是非常頂尖的選手 Vance之前也有拿過一次冠軍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一把 前前前前前冠軍 對上現在的現役冠軍Hera 這場比賽是軍閥三的主賽事 主賽事是非常精彩的 就是大家熟知的知名選手 這場比賽算是蠻特別的異常 原來在單挑黑森林 其實在比賽中不太常出現 因為黑森林的戰術會比較局限一點 所以不會有太多的花式出招 這場比賽是越南對上伯利電 那大家都會覺得有射程的那一方 都會有優勢 那越南打不列顛到底誰列誰用 這件事情我們待會就來看一下 到底誰列誰用 好 Hera這邊是拉了一頭豬 但是這兩隻天空熊緊追在後 這個熊追得有點快 那最近呢我的麥克風在做調整的關係 所以會出現一些奇怪的狀況 這點跟大家說聲抱歉 非常不好意思 這個設定的部分 時時沒有搞好 那今天中午比較有空了 所以趕快把這個大改一下 所以今天聲音聽起來可能會稍微正常一點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還可以在留言處跟我說一下 可以改勝的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對決 這邊出生點月大約8點鐘發向 Hera選擇了越南人 那越南人呢他的經濟是非常好的一個文明 經濟的研發速度非常快 而且不需要木頭就可以獲得這個升級的效果 所以點擊一個一級伐木一級農田 成本是非常低的 而且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那越南人他的射箭場的單位 血量也有加成 而且可以升級到帝王戰 後期又有火炮 打這個陣地戰也不會太差 那他的重點還是藤甲弓箭手 跟後期的420滴血的毛相符 作為後期主力 那越南人這裡還有個細節可以講 因為越南人的紫幣技術 只要每20個還是25個伐木工 就可以獲得一個生物的黃金加成 所以像黑森林或是競技場 這種木頭很多的地圖 就可以一直用紫幣技術 瘋狂的挖黃金出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大約出身點位 兩點鐘方向的不列顛 那不列顛人最大特色 大家應該也是熟知了 射程非常遠 TC的木頭是半價的 那他的後期也可以打劍兵勇士 戰狼號可以讓自己的巨型投擲機 變成火炮的功用 準度增加100% 整體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工兵路線 騎兵路線有這個馬凱問題不太能用 所以中後期呢 這個肉馬只會出來打戰毛兵用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升級 這邊出現了一個不同的地方 曼人史不列顛人 這邊是選擇了封建時代升級上去 這裏封建升級上去 似乎有點想法 那這裏升級上去 最大問題是不能直接升職程 所以不確定這邊是有什麼策略在 好 這邊升上去 但是肉不夠 黃金也不夠 這邊往前補了一個四級跟兵工廠 兩個人去蓋 那這邊可能要22加3才有可能升級上去了 這樣支援量有點吃緊 好 這條路有點亂跑 丟高了丟高了 okok 就把它推回來 好 不列顛人 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兩邊升級時間差不多 都是25P 那HERA這邊是比較標準的 這個23加2 那22加3 就是一樣都是25吋 可以點城堡時代 那就可以看到越南人這邊 經濟照理來說 會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因為 不列顛人前期吃陽速度太快了 所以已經抵消掉這個 提早升封建時代的經濟劣勢 那越南人這邊呢 就可以開始可以點經濟科技 經濟就會非常好 而且還有這個折扣的部分 研發速度的優勢 好 到了城堡時代研發的時候 越南人這邊是 跟不列顛人資源基本上持平狀態 讓不列顛人的經濟優勢 好像化為烏有的感覺 前期吃這些豬 這個可以訓養的豬 應該是可以吃得更快的 那HERA靠著自己的經濟優勢 去補正了這個烈士戰 好 那目前4個城鎮中心 開始農起來 HERA單挑4TC 非常猛 OK 單挑開局4TC 還不為佳 十分大膽 這邊用一隻刺頭去敲一下這個木槍 稍微給對手一點壓Z 好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城堡補在這個位置 還蠻快就補下了 那這裡有可能是想要打個3TC 轉長弓 開始壓制對手的一個策略 那如果這邊轉長弓的話 肉可能會不太穩 至少要補到大約20片田左右 3TC穩定度會更高 二級射也比較容易點下去 大概25片田左右 好 那現在Valence 如果要出弓兵的話 這裡就要開始屯了 如果不出的話 就是先暫時夾住 然後樹地上去 喔 果然還是要出長弓啊 OK 路線是走長弓 壓制路線 HERA這邊是開農路線 4TC開農 農田樹已經來到了26片田了 非常快速 來到31了 越來越快 農田補的速度很猛 雖然HERA的城鎮中心閒置來到4分22 但抽名樹已經反超了不列頂人 4TC本來就容易會有斷村的情況 好 直接補一個手推車 手推車補得非常非常早 63啊 63村就補手推車了 好 一級挖進野點 那為什麼HERA會這麼早點呢 是因為手推車 大家都知道 都要研發非常久 但是越南呢 有這個研發速度增加100%的效果 經濟科技 所以這邊馬上就可以補下 而且研發速度超快 一下就研發好了 好 直接抵消了這些研發時間 然後經濟就可以反超補列頂人 好 當然是補列頂人 這邊是一個正常的3TC看龍 射箭也沒有點 趕快一個速力王 上去的一個流程 好 這裡工兵只按了兩隻 但沒有往前壓 好 等點完帝王時代之後 再繼續補長工兵 這裡想要衝進來 但是看到城堡 工兵已經進來 越南人這時候 才補下自己的織布技術 村民術目前領先20村 太狠了 越南人 經濟有夠好 好 後面補下兩個射箭場 沒意外的話 馬上就要出意外了 這個馬上就要轉出戰毛兵 一定是先轉戰毛 這個長工射程實在是太優勢了 好 不列電人這邊決定要再蓋一根寶 這一根寶壓在臉上 Hera會什麼應對呢 在毛兵先點 一擊射 地獄時代還有1分50秒 對方地獄時代已經點下 這邊如果臭名術有領先的狀況下 一定要好好把握住自己的臭名術 不要被殺老到 所以前面的臭名腦要先撤走 好 趕快轉出更多的戰毛兵 好 五個射箭場 轉戰毛 好 先把一些戰毛兵存在TC附近 好 長工的優勢開始展現出來了 有給到一點壓力了 好 巨型投磁機 趕快補個一台吧 後面再深增兵技術 好 這裡買了100木頭 是買木頭嗎 對 買了100木頭 賣了200食物 好 但是化學還沒有點 就賣食物 這一點有點奇妙 好 點掉了一隻 Hera這邊 臭名保存得很好 戰毛兵一出來 點掉兩隻長工 三隻 哇 這就是世界冠軍 把戰毛兵收到神聖中心裡面 出去就是三隻職毛 好 收掉了長工 好 巨型投磁機產生了出來 好 帝王戰毛兵也是直上 Hera這邊是要等火炮出來之後 待會要馬上補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產火炮 反擊巨型投磁機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越南 反擊巨頭的方式 那Malance這邊也一個很標準的策略 看到戰毛兵馬上轉中頭 中型投磁車趕快升級上去 這樣待會正面遇到戰毛兵 就不怕戰毛了 但是這裡有個問題 Hera如果有火炮的話 中頭的可控制性 可控場性可能就沒有這麼的好 畢竟火炮有絕對主動權 畢竟可以踢地板 而且還會移動 巨型投磁機不會移動 而且命中率也沒那麼準 所以可以說是巨型投磁機是火把子 雖然中頭可以移動 但是移動速度也是偏慢的 火炮還是比較濃烈預判成功的一個單位 好這裡兩個工程器造所 趕快踩火炮 Hera被壓在家裡打 戰況有點不太熱觀 巨型投磁機存了三台 在後方 好戰毛兵攻擊力來到4加4了 帝王戰毛三攻三防 全部補好了 好火炮也出來了 火炮一出來中頭可能就尷尬囉 但是中頭的話要打兩炮 要兩炮嗎還是一炮呢 這個是 欸還是一炮就可以了 有可能一炮 我記得有外增傷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細節操作 好打一下 哎呀 殘血走掉 好後面的火炮 好 繼續進攻 四台巨頭直接架起來 非常兇狠 那這個時候不列電人應該是沒有 戰狼號的科技優勢了 所以這個現在巨型投射機只能稍微打一下 並沒有辦法當成主力部隊進攻 長攻兵沒有空好往前送掉兩隻 一送掉戰寶兵往前打 哇只剩下七隻長攻 中頭往前火炮往回開發 哇一炮打掉 搞定了 曼蘭斯這邊只能敗退 哇火炮都被打掉 全收 心態炸裂打出了GG Ara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火炮直接收光 投資車最後只砸了一發 這個確實沒心態啦 這個不好打 那這個隊型要怎麼打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轉出馬牌 然後轉這個重裝騎士 或者是肉馬都可以 但以帝王這個戰毛病的傷害的關係 可能肉馬可能撐不住 直接鬼轉重裝騎士 會比較能扛得住 那越南人呢 後期又有大象跟槍兵 所以遇到騎士問題也不太大 哇這個沒想到 越南人沒有這個射成優勢 反而被 反而是不裂點被越南人打成白癡 太痛苦了 完全被預判成功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是由越南人 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軍事方面 則是來到2.3的KD KD直接突破天際 雖然這個遊戲的KD值 並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 偶爾看一下也會覺得蠻 蠻誇張的 這個玩家們的操作 還是有差距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